台北市政府规划敦化南北路作为单车道示范道路 目前西侧的单车道已经开始使用 却引发了不少争议 现在我们就要带您去看看 这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早上七点半 很多家长开车送小孩上学 一台台的汽车从红色接送区 延伸到绿色的单车专用道上 小朋友只得在这下车 骑机车送小孩上学的家长 也把机车停在单车道上 再加上单车骑过来 上门口简直一片混乱 会不方便 而且还铺绿色的机车会滑倒 本来是有三线道 就是变成两线道 那所有的孩子会到最尾巴的原石那边下车 那万一孩子在下车的时候去 没有办法跨越原石 甚至踢到原石跌倒了 后面有车子追撞上来 那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不但小朋友上下学的安全亮起红灯 这条单车道也让机车骑士抱怨连连 不仅机车停车格 因此少了380个 连动线都变得不方便 警察这边我们也不敢过来停啊 所以我刚刚就这样牵过来的 台北市敦化南北路被试补选为第一条单车道示范道路 总长4.6公里 在外车道以防滑材质铺设两公尺宽的单车道 不过保留公车站 计程车招呼站 卸货停车阁 并且在这些区域将单车道缩减为1.2公尺 维持外线两车道的顺畅 对于这些民运是否坦诚 还有调整的空间 不仅仅是为了8万名的单车组 还有朝向绿色城市发展的目标 打造城市单车道同时 也得兼顾不同用路人的权益 以及清楚明确的标示 还要培养民众对于路权的优先顺序 才能避免一片美意打了折扣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